北京时间10月4日 对于中国选手切阳师姐来说 是炸裂的一天 早上4点 切阳师姐起床了 因为今天她有重要的比赛 那就是亚运会田径项目混合35公里竞走决赛 这是亚运会最早开赛的一场比赛 7点就发枪 所以运动员们都是4点起床 有些辛苦 但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因为比赛时长达到了5到6个小时 5小时16分41秒后 中国队夺冠了 恭喜切阳师姐 白雪莹 贺湘红 王钦组成的中国队 别急 对于切阳师姐来说 这一天还没完 接下来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切阳师姐在漫长等待后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奥运金牌 那场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 出现了多人倒在要剪的神奇场面 最终切阳师姐递步成为奥运冠军 根据安排 切阳师姐大概将在21点的时候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颁奖仪式 最终切阳师姐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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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